现在镜头比较陡 是因为我们正看在一个盘山的小路上 我们今天呢要去体验隐藏在加拿大 洛基山脉的一家豪华野外度假客栈 叫做Mount Angadine Lodge 它是位于Kernaskis 是Albora省 除了班府以外 另外一个非常受大家喜爱的户外天堂 被称作是开尔加里的后花园 虽然今天是个阴冷的冬日 大山里的景色也并不单调 结冰的湖面 流动的河水 高榫入云的山间 盘牌站挺拔的轻松 蜿蜒的山路 还有远处只被太阳照亮一面的雪山 我们还有幸地看到了一群 正在路边觅食的野路 我们到了 从Kernaskis那边开过来差不多要两个小时 现在先去check in 这家Lodge呢有四种房型 Lodge Rooms是在主楼里边 房间的大小选择比较多 Cabin的隐私性相对较好 从屋子和露台上可以安静地欣赏 野外的风光 Glamping Tens适合喜欢住帐篷 但是又不想牺牲舒适感的人 最后一个是Yirt 就是蒙古包 设施最简单 没有水电 也是最接近在野外露营的感觉 我们这次订到了最里边的一间一开 这边每个房间的名字都不一样 这个叫Whiskey Jack 8号 9号叫Birds Doll 我们是住在10号 叫Birdwood 开门 现在这个房间里是没有网络 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话的 所以就很容易静下心来休息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房间 这边是入口 房间比较小 比较适合两个人住 这个应该是个Queen Size的床 我蛮喜欢这个窗户的 它是有三面 所以这边晒太阳 赏风景 都还蛮好的 我们这个房间呢 是带了一个Deck 从这里可以看到对面的山景 天气好的话 看起来应该会更好 我们旁边还有两家人 然后这边呢 就是卫生间 也是蛮小的 但是很干净 淋浴 这边有镜子 现在是下午两点钟过一点 我们可以先去吃一个下午茶 这是我们房间里看到的那片地 对吧 这边是一间座的 这边是一间座的 它是一间座的 我们的Chaseboard吃完了才发现它这个Chaseboard其实是一个Aberta的地图 你看班辅在这边 这里是Cockery 我们应该是现在在somewhere here 对吧 它其实很美味 我们现在到处走走看看周围有什么 我们刚才好奇下面是一片湖还是什么 就在Google map上查了一下 它其实只有下面这个蜿蜒的这个是个小河 其他的就是一片草地而已 那里有个秋千 好滑啊这里 湿吗 不湿 在周围溜湾的时候 一位也是今天check in的住客主动跟我们过来打招呼 在交谈中我们才知道这里曾经是为了迎接1988年卡尔加里冬季奥运会而建的 然后在过去的30年里经过不断的翻修慢慢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这黑的虽然很小但是超级给力啊 一打开就暖风阵阵啊 感觉一下子就暖和了 现在已经天黑了 你看 我们现在呢就到屋子里边暖和一下 休息一会儿然后等一下等着去吃晚饭 这边很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是food boarding是包含三餐的 而且它的食物呢都是据说是find dining级别的 如果不住在这边的话也是可以过来这边吃晚饭的 不过要提前预定 它的菜单呢也会经常变 所以不知道我们今天晚上会吃什么 Now около10几时 скорее one thing you can just read before that 这边 downloaded课程了 Tek字幕 создd compliant 餐厅旁边还有一个房间 是给大家饭后在这边休息 可以看看书 看钢琴 好多小狗 各种各样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只大只的 它是一个金鲁越聚的吗 不 它是个英国的汽笋 它也很吸收 对 它是大猪 这些早饭只供应一个小时早上八点到九点 所以今天早上也没有睡懒觉 我们这就check out了 然后我们和两个住在这里的阿姨约好一起去徒步 就在周围找了一个trio一起去走一下 这两位同行的阿姨已经来过这里很多次了 对周围的环境很熟悉 因为其中一位已经82岁了 所以我们今天选了一条比较平坦的步道 我们四个人轮流打头阵 这样每个人都有机会欣赏没有被遮挡的雪景 昨晚路过雪的步道上还没有脚印 我们今天应该是第一波来这里徒步的人 哇 你看我们的车好脏啊 我们和刚才那两位阿姨道别了 然后我们现在在路边找了一个很好的spot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结冰的湖面 还有人在上面冰调 我们就准备坐在这儿 然后边欣赏风景边吃午饭 那个lodge给我们准备了两个三明治 一个是turkey 一个是ham 要吃哪个 Which one? turkey 还不错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喜欢上了冬天的大山 午饭后没有尽兴的我们 又找了一条爬山的trail 今天虽然没有阳光的天然滤镜 眼前的一景一幕看起来都暗淡了不少 但是呼吸着冬日森林里 气人心肺的空气 驻足聆听 大树在风中搁吱作响 讨论雪地上是哪种动物留下的脚印 以及最后登顶后开心的一笑 都让我觉得这一天很美好